各位主內的兄弟 姊妹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每個月 收到信用卡的月結的感受是怎樣 可能你收到月結後 就會開始計算 你那份量最後剩下多少呢 今天在主日福音中 我們會聽到主耶穌基督行五餅二餘的奇蹟 我們都很熟悉這個奇蹟 不過首先讓我們知道一個很重點 我們因為我們自然有限 所以我們要經常去計算善用我們的資源 而天主主耶穌基督是在祂風營當中 天主是圓滿的 在祂豐富圓滿當中 跟我們分享祂的恩典 不過事實上因為我們是有限的人 我們都會不斷去計算我們生命當中有的東西 就像在五餅二餘的奇蹟當中 菲利伯中途對於耶穌的要求要餵飽群眾 實在覺得無能為力 又或者好像安德勒中途一樣 找到從一個卑微弱小的小朋友當中 找到五個餅兩條魚 但他都不知道怎樣做 實在分量太少 就把這五個餅兩條魚交給主耶穌基督 在耶穌基督身上 這五個餅兩條魚並不是好笑 他即使只有這麼少在他手上 他都依然感謝天父 也都是這五個餅兩條魚當中 直至主耶穌基督成就了一個大的奇蹟 餵飽了群眾 男人有五千人 這個主日也是我們教會 第一次慶祝祖父母和長者人 我也不知道長者會不會覺得 自己都好像五個餅兩條魚 好像人老了 多了的病痛 而能夠所做貢獻的 實在非常之少 不過教宗方濟國特別鼓勵我們的長者 特別今天的祖父母他們都會幫助他們的子女 照顧一些孫子孫女 他們的教導 他們祈禱的榜樣 又或者長者為我們的祈禱 事實上有非常之豐富的價值 教宗鼓勵我們的祖父母所有的長者 繼續在教會裡面去投入服務 即使身體不是那麼好的 也都奉獻他們的病患 他們的痛苦為我們祈禱 所以我們不要剃小五個餅兩條魚 我們很可能在社會當中都會覺得 長者老了都沒有什麼社會的價值可言 但是在上主的手中 每一樣東西 每一個人都有他特別的價值 所以我們不要剃小自己 我們會善用上主給我們擁有的一切 放在主耶穌手中 祂會將祂變成為豐盛的恩典 為他人 為天國 那麽 感谢观看